欢迎回来 买房对不少人来说是件大事 而商家依法移规经营 才能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但近日有消费者向我们反映 去买房却被销售人员 收取了一笔几十万元的服务费 这简直闻所未闻 陈屿府加79万 必须要交费用 签买房合同 我们政府3050元的现价 根据爆料人提供的线索 1月7号上午 接着来到位于海孔南沙路的 长虹育府楼盘营销中心 接着以买房为由 向置业顾问询问相关情况 现在在大货市这一栋 3号这一台全部都是158坪 明明都是大货行的 13到16 13到16的话差不多要2号2号已经关 总加是在300多 有邮会吗 就是给你算了邮会之后 长虹育府的职业顾问直言不讳 他们在售楼盘均价2万多元 一平米 并称称这已经是优惠后的价格 然而当记者声称 要买二楼或者十二楼 这套158平米的房子 详细计算价格的时候 销售人员又换了一种说法 然后我们会加一个那个楼层付费 二楼的话就考课价是12万 然后总共是287万 这是什么钱呢 这个就是为我们备案价格 政府不是限价吗 限1万7400 这个是要12万是要以示进付的 政府只允许我们卖276万 但我想卖超过这个价 那我只能通过别的东西 12层要去12万的付费 置业顾问小张介绍 长虹玉府三号楼的备案价格是 17000多一平方米 但是他经过计算后给出的价格 二层住宅加价后 变为18163元一平方米 12层住宅加价后 变为21952元一平米 价格相差悬殊 借着调查发现 这笔服务费加的是随心所欲 毫无章法 在营销中心 借着拿到了之前算过的一张价单 上面写明 三栋13楼的服务费是68万多 而借着当天要购买12楼的房子 服务费算到了72万 靠这里面又安静 也不会万万的 你买里面都香吗 这个服务费 它没有个基准的 想找多少 老板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就来买 有点空 没有 主要是现在台口房子卖得太快 记者通过海口时日发改委官网公事的信息查询到 长虹育府项目三号楼住宅 备案价格为17406元一平米 然而营销中心的职业顾问 对政府备案价格不以为然 反称他们是改善性住房 大户型 买的人比较多 在调查中 记者还发现 长虹育府一套建筑面积158.79平方米的房屋 政府部门的公示信息显示 实际面积为121.39平方米 但在跟记者展示时 职业顾问介绍道 这间房屋可使用的面积可以更大 职业顾问称 验收合格 业主收房后 开发商可以帮业主 把房型镂空的花架部位硬化 称为阳台使用 而目前长虹育府样板间展示的就是 户型涂上镂空的花架被改为了阳台 按道理 房屋的规划报件都是有严格的要求 且不能随意地改动 那么长虹育府的房子 为什么可以随意改动呢 随后戒指也将 潮虹育府的销售问题 反映给了海口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和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那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先很逐渐对接一下 还多收了几十万的服务费 它这种加外加价 这种加外的行为肯定是我们不允许的 再提高房价的一种行为 所以到有阴阳合同 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种违规的行为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长虹育府的职业顾问 这房卖的看的人是目瞪口袋匪夷所思 老板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卖房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这样的说法实在是目无法计 胡作非为 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在这一点上 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的良好环境 政府部门进行着严格的监管 那么目前海口房地产销售市场的情况如何 开发商是否都按照备案价如实进行销售呢 对此我们的记者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记者随其走访了 位于长平路上的四家在售楼盘项目 营销中心的置业顾问均表示 他们住宅均价为一万七千多元一平方米 一房一价不再收取其他费用 一些楼盘营销中心大厅 还公示了所有可售住宅的价格 它现在海口所有每个楼盘都一样 都是按照上面的价格买备案价 就备案价是多少就卖多少 然而在秋海大道的这家 罗牛山普遇楼盘 营销中心的置业顾问却表示 要加价出售住宅 其实我们这就是单价而已 单价 这就是单价 对 只是公司用这种方式来卖而已 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卖而已 这就是都买点钱 这不是都买点钱吗 这就是主要是成本达到 原来是一毛钱的 在给记者计算了这套 148平方米房子的价格时 这名置业顾问显得有些谨慎 只是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 并没有明确说出要加价的 只是在这张纸上写明 30万元的认购费用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置业顾问称 借着要买的这个房型 备案价还没出来 但他们做了一个17500元 到19500元的预估价格 并价都没出 价值还能出来吗 当然价还没出 那咱们这个 那怎么这个预售资格呢 就是现在就是没有这个 那你这个卖掉还剩多少套 就是148是吧 148东边已经没有了 现在高楼层也没有几套了 只有中间和西边 而且中间和西边的高楼层 现在也没有多少套了 所以说考虑的话后期 可能你要买第一楼层 一番调查下来 开发商加价出售房产的理由 是五花八门 各种乱象更是令人瞠目 而借着也从12345海口智慧 联动平台了解到 2020年1月1号到2021年1月7号 该平台供受理市民投诉 房地产开发商 不按备案价格销售的投诉件 达到643件 而在去年8月8号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就发文要求 房地产企业要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不得通过签订阴阳合同违规交易 在今年1月6号 海口市住县局还约谈并公布了 一批群众反映价外加价 捆绑销售 五盘 锡盘等违规销售行为较多的 8家房地产企业 那么目前对于房地产企业 价外加价的受房行为 相关部门是如何监管的呢 海口市发改委方面称 按照阴城失策科学定价原则 根据项目不同品质 规模 配套 造价等因素 每个项目定一个价 但定好价进行备案后 不允许房地产企业 私自涨价加价销售 而相关的销售问题 要问市场监管部门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表示 相费者买房时 遇到价外加价等问题 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15进行投诉 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住建部门 均可借助调查 交完价 还有提高房价的这种行为 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查出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房地产企业在房屋备案架上 在加价出售 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打脸的行为 在相关部门备案一个价 向消费者出售又是一个价 商家如此不诚信的行为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更是破坏了市场秩序 有时候维持有这种行为 我可以遵循 我们可以遵循 我们可以遵循 有此 并 没有